大家好,我是阿里七七 今天我要带大家展开一次令人兴奋的环球旅行 是否曾经想过踏上一段充满奇遇与冒险的旅程 在这次环球旅行中,我们将带你穿越五大洲 探索古老文化,追寻壮丽风景,品尝一国美食 还有更多无法想象的惊喜等待着我们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出发掀开世界的面纱 来一场难忘的环球奇遇吧 这一站是阿尔巴尼亚 我们将从地理位置主要旅游景点 美食文化、民族起源和容貌等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1.地理位置 阿尔巴尼亚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的西南部 北陵黑山东与科索沃和马其顿接壤 西宾亚德里亚海南界希腊 阿尔巴尼亚地势多山 有阿尔伯山脉和达尔马提亚山脉 其中最高峰魏科拉壁山海拔2683米 2.主要旅游景点 阿尔巴尼亚拥有丰富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历史遗迹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主要旅游景点包括 独拉斯堡、古城堡和城墙 提供了城市历史和壮丽景色 提尔安大教堂拥有悠久的历史 是当地最重要的宗教建筑之一 布尔都尔拥有一系列独特的白色房屋 风景优美著名的海滩和温泉吸引了众多游客 基鲁阿国家公园 这个自然保护区拥有壮观的山脉湖泊和瀑布 是户外爱好者的天堂3.美食文化 阿尔巴尼亚的美食以海鲜肉类和蔬菜为主 其中一道著名的美食是菠萝雕塑 由烤肉面包蔬菜和酸奶组成 此外当地还有一系列的传统小吃 如蔓越莓酱和各种当地产的奶酪 4.民族和文字的起源 阿尔巴尼亚人是一个独立的族群 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有着独特的特点 阿尔巴尼亚人是欧洲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他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公元前2000年的伊利里亚人 阿尔巴尼亚语是来自伊利里亚 语系的一种独特的语言 被认为是欧洲最古老的语言之一 5.当地人的长相容貌特征 阿尔巴尼亚人的长相有一定的多样性 但一般来说他们具有东欧人的特点 较常见的特征包括深色的头发和眼睛 浅棕色的皮肤 6.主要特产 阿尔巴尼亚拥有丰富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 主要特产包括橄榄油 葡萄酒 蜂蜜乳制品和纺织品 这些特产在当地和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感谢大家阅读我们的环球旅行介绍 如果你对世界各地的美景和文化充满好奇 那么一定不要错过关注伊达陆 我们致力于为大家带来更多 精彩的旅行资讯和经验分享 让你的旅行更加无忧无虑 加入我们的大家庭一起探索世界的美妙之处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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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